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当伯朗随即被警方带走 5月2号下午 40岁的犯罪嫌疑人亚当伯朗在摩尔本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目前 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亚当伯朗将于9月13号再次接受审讯 今天早上 悉尼西区一条主干道上一辆卡车发生盐酸泄漏 导致部分路段遭到腐蚀 车道关闭 早上7点15分左右 三桶20升的盐酸在悉尼西区一条主干道上掉落 盐酸瞬间喷涌到地面上 在道路上形成一团蒸汽 强腐蚀性盐酸将部分路段腐蚀 为了确保安全 通过Rose Hill的James Road Drive路段双向关闭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 18529例 21例死亡 截至目前 1529例患者住院 62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维州今天新增 11596例本地传播病例 14例死亡 截至目前 492例患者住院 29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